威尔刚也能拿来治疗新冠后遗症吗? 胸腔科医师苏伊丰在脸书上分享 有一名年轻的患者 肺部X光跟心电图都是正常的 但只要一走路就会喘 甚至爬一层楼都很吃力 尝试了很多的药物都没有效果 他就让病患试看看吃威尔刚治疗 结果改善肺部血流的成效还不错 俗称蓝色小药丸的威尔刚 也能治疗新冠后遗症其中的症状吗? 胸腔科医师苏伊丰在脸书分享 他的一位年轻男性患者 感染新冠肺炎后出现后遗症 一走路就喘而且是非常喘 喘到爬一层楼都很吃力 吃了好多药都没效 素一丰临机一动给患者吃威尔刚治疗 没想到效果不错 这患者我们就讨论之后 他就想说好啊 那我们来接受这个治疗看看 结果一接受治疗 他觉得就开始有明显的在改善好转 其实也给我们一个方向 威尔刚本来就是在负责在治疗肺高压 只是意外的发现说 我觉得他好像对男性的性功能障碍 有点小帮忙 证明年轻患者 其实肺部X光跟心电图都正常 苏伊丰引用加拿大研究指出 部分新冠患者 肺部的交换气体和血流量都下降了 如果透过吃威尔刚能改善肺部血流 而现在新冠后遗症 也成为各国防疫新课题 日本也有研究统计 在3000名新冠后遗症的患者中 高达7成因为染疫失业或请假 无法重返工作纲位 另外国中生还有国中以下的学生中 也有33%的新冠后遗症患者 超过一个月无法到校上课 医师指出世界各国 对新冠后遗症的认识还不够多 但染疫后可透过心肺功能训练 减少部分后遗症的影响 毕竟这个疾病主要还是攻击呼吸系统 你一定要给自己的时间 去做这样子的呼吸方面的复健活动 不要轻忽这个疾病所造成的副作用 医师也提醒染疫解割后 别因为上课或工作太忙 来忽视身体上的变化 好好调养才能享受健康生活 接触不到